你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在线汉语课堂 我是任老师,你也可以叫我Jane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标准教程HSK4上第七课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第四部分 好,我们开始 好,我们先看一下生词 这个是指 指 那么指可以说finger就对 finger是手指 手指 然后指呢,we always use this finger to point so we can say指 is a verb to point and这里的指是to refer to 明白 那么 it's like blah blah blah是指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精神 这个神可以是neutral tone 精神,neutral tone 好,那比如说今天我看起来很有精神 好,下面一个是教授 教授 好,它是学校里面的,大学里面的 教授一般都是在大学里工作的 好,好,数字 好,数字 数字 numbers 数字 好,说明 说明 那我们经常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告诉你怎么使用,对吧 那它是说明书 说明书 好,下面一个是钥医 好,下面一个是钥医 钥医 钥医 以前我们学过另外一个,对吧 如果 一样的 好,我们再读一次 指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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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教授 教授 数字 数字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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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要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个练习 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自己做一下 以后我告诉你答案,好吗 好,我给大家看一个练习 好,我给大家看一个练习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第一个是精神 对,精神 今天你有精神吗 嗯,你的精神好不好呢 好,这个精神也可以说 呃,就是一个人 嗯,怎么说呢 他的精神 呃,值得我们学习 for us to learn, to study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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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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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面一个是说明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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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钥匙 好,我们来看后面的钥匙 那钥匙的意思呢,和如果是一样的,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钥匙健康是1,其他都是1后面的0 什么意思呢 钥匙健康是1,其他1后面的都是,其他都是1后面的0 好 好,不好意思 等一下 喂,你好 啊 我什么时候打你电话了 我没有 对 我没有 好,我们继续看后面第二个 要是你想来中国的大学留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专业课 那么就需要做好这些准备 要是你想来中国的大学留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专业课 那么就需要做好这些准备 第三个 要是质量比别人的好的话 那么价格贵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的话 这句话呢,如果没有钥匙也可以 质量比别人的好的话 那么价格贵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行 嗯,这个的话,什么什么的话,blah blah的话 also means something like, exactly like,要是 但是这个什么什么的话呢,is more for speaking 嗯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练习,啊,不好意思,我忘了把答案拿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大家不要先看答案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是路上不堵车的话 第二个,要是来五个人的话 第三个,你要是有时间 那么A说 可能不够,再买两瓶吧 B,明天就早点到 C,二十分钟就能到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是路上不堵车的话 对,是C,对吧 二十分钟就能到 第二个,要是来五个人的话 可能不够,他们在说吃的喝的东西,对吧 可能不够,再买两瓶吧 嗯,好,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明天就早点到,对吧 嗯,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明天就早点到 明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 这个气,它的original meaning本来的意思就是air 后面呢,我们用它的时候说了 气 is actually like steam when people breathe in winter we can see the steam,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气,also air 那么后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生气,脾气,空气,气候 好,这四个词的意思都知道吧 生气,嗯,现在我生气了 对吧 好,脾气 说一个人的性格好不好 可以看他的脾气 是不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 嗯,好,空气 那今天下雨了,空气特别好 气候 我们可以说欧洲的气候和亚洲的不一样 对吧 然后亚洲北部的气候和东南亚的气候不一样 climate,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别生气了 我刚才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 第二个 他不但能力强 而且脾气好 毕业后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能力强而且脾气好的人 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好,第三个 因为太高 这里空气比别的地方少 刚到这里的人会感觉身体不舒服 好,这个地方呢 有点像中国的Tibet,西藏 嗯,或者是青海 嗯,这些地方呢 他很高很高 所以空气比别的地方要少一些 所以刚到那里的人 cannot breathe 嗯,不能呼吸 所以身体会不舒服 好,我们看第四个 这次活动是从2007年开始的 它使人们更加关心世界 气候变化的问题了 嗯,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搞一些活动呢 让人们更加关心这个世界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近几年经常会有非常非常奇怪的天气 对吧 气候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 那大家也在找为什么这样子 对不对 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活动 嗯,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我们还不知道 嗯,好 这四个词都明白了 我们来做个练习 第一个 A说 听说你去丽江玩了 那儿怎么样 不是哪儿啊 那儿怎么样 B说 那里特别美 什么很新鲜 对 是空气很新鲜 对吧 好,第二个 为什么有的孩子喜欢发什么呢 B说 他们主要是想从爸妈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发 我们一般说发脾气 发脾气的意思就是说 呃 生气 或者说是让别人知道你不高兴了 这个叫发脾气 好 第三个 A说 来北方好几年了吧 你觉得北方和南方的什么一样吗 B说 夏天差不多 但是冬天北方比较干 这里是 对了 是气候 对吧 气候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嗯 好 第四个 A说 你怎么还没到啊 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B说 别生气 我马上就到门口了 别生气 我马上就到门口了 明白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课文 那在学课文以前 先来听两个 先来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过去和现在的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有哪些不同 第二个 那位教授用什么方法来说明 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课文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 那么什么才是健康呢 过去 人们认为 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 但是 现在人们认识到 健康还指精神上的健康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 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健康有多么重要 要是健康是一 其他 都是一 后面的零 如果没有一 不管有多少零也没用 所以 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锻炼 别等健康出问题了 才后悔 好 听完了 听懂了吗 以前的人们认为 健康是什么呀 就是身体的健康 对吧 现在的人们会认为 嗯 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对吧 好 那位教授用什么方法说明 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对 他用了数字 嗯 他说 一 如果健康是一 其他的 都是一 后面的零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一 不管有多少个零都没有用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后面的课文 大家和我一起读一下 好 开始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 那么什么才是健康呢 过去 人们认为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 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 健康还指精神上的健康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 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 健康有多么重要 要是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一后面的零 如果没有一 不管有多少零 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锻炼 别等健康 别等健康出问题了 才后悔 明白了 比如说健康是一 那后面的比如说工作家庭 钱房子车子这些都是 只有你有这个一的时候 对吧 一什么工作家庭车子房子钱 只有你有健康 这个才是大的 但如果健康是零了呢 哎 这个就变成了零了 不管你有多少都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后面一个练习 后悔擦反对动作指 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下哈 第一个 经理让服务员把所有桌子都 擦干净 对吧 擦干净 好 二 第一印象是 指在第一次见面时被别人留下的印象 这个以前课文的内容 对吧 好 三 生气时不要急着做决定 因为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可能让你 后悔 对吧 好 下面一个 第四个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希望比赛的时候把每个动作都做好 对吧 好 最后一个很简单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反对我这么做 没想到他竟然支持我 支持是support反对是against 对吧 好 这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都听懂了 那么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也可以给我写邮件 这个是我的邮箱地址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